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见过红红的雪花 你可知道她欣赏 她欣赏 清澈黄黄喊她 问她不答 你可知道她沉默为了伤 你可见过红红的雪花 你可知道她欣赏 她欣赏 清澈黄黄喊她 问她不答 你可知道她沉默为了伤 正夜的寒风吹大汤 飘来飘去不回家 你写的故事 红了白雪 生活早春儿月花 生活早春儿月花 你可知道她欣赏 飘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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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去不回家 《水肥世》 鸭短鸭 bowcoo-care雪也回荣花 我烤を遇花 沤生黄泊 她那永恒的爱与情 她以后也把她留下 来 玉璇 飞哥 这是 四婶 怪不得迷人 人长得可真漂亮 四婶 她叫于雪 于雪 这是咱四婶 今天多亏了咱四婶 咱们才能见面 四婶 您好 我谢谢您了 人漂亮 小嘴也甜 实际上 你我也差不了几岁 叫四婶 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咱们各伦各的 改为姐妹相称 你看怎么样 四婶 年龄和备份是两回事 还是管您叫四婶吧 要人天生啊 就当小辈 四婶 四叔让你吃饭去 告诉她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不赔了 四婶 小飞子 快让你四婶过来拿酒 来了 喝酒的时候来能耐了 完事了 就像个死猪似的 嫂子 快请 她四婶啊 小飞子 快请你四婶坐下呀 四婶 来 四婶 我扶您 来 逸许 逸儿 快坐 来 坐坐 坐 来 来 来 喝 旧事的灌黄汤 你看看 今儿高兴 是个大喜的日子 难道不可呢 四叔 来 我敬你 好好好 四叔 您不但救了我 你看现在 雨雪和雨妈妈 也落难到这儿 让您担着风险 四叔 您对小侄儿的恩情深似海 小侄儿只要活在世上 定胆报答 四叔 来 喝酒 我是小飞子 你这是说的傻话 人生在世 意气为重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我周老四之所以有今天 也全靠你爸爸了 你跟我就不必客气 干 四婶 今日与雪儿团聚 全账四婶提议 自打韩非落难到此 四婶一直挂念 照顾 心情我韩非领了 日后 我一定把四婶 当成亲婶对待 不敢有一点不孝之处 这些天 给四婶带了这么多麻烦 我和韩非 给您赔礼了 来 四婶 喝 来 这杯酒 应该让我替我妈 敬四婶一杯 谁敬我也不喝 你四婶不喝 那就算了 他这几天 有点不高兴 喝我别劲 你们别挑 来 到我这 我替他喝 四叔 我和韩非哥 谢谢您了 谢什么 四叔应该做的 应该的 你急货 少给我喝点酒 你也太不想话了 她四婶 今天咱们相会 也是大家有缘分 看在老姐姐面上 多坐一会儿 我身体不好 不赔了 你 老嫂子 别理她 让她去吧 老嫂子 你快请坐 坐 来 立雪 坐下 来 这都是让我惯的 四叔 三天两头这样 没招 来 给您酒 妃子 于妈妈 给雪儿娘俩加菜 来 来 咱们喝 来 四叔 再倒一杯 费子 这俗话说 人有脸树有皮 看来呀 你四婶 对咱们三个落难之人 是不太欢迎啊 我看 咱们吃了饭 就别再打扰了 他四叔 老嫂子 谢谢你了 老嫂子 那你可错了 他四婶那人 绝不是为了这个 您就在这住着 过一半天 我在主持 把他们两个的婚事办了 你放心 只要有我周老四在 他们谁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来 来 来 吃菜 来 来 吃菜 好 吃菜 我尽量少喝点酒 四婶不高兴 您就多陪陪他 你四婶的事 你们不要发在心上 听我的没错 等我帮你们把婚事办完了 再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在派人 告诉你爸和你妈一事 我周老四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 然后 我也好向韩大哥有个交代 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来 来 咱们喝酒 四叔 来 喝酒 来 好 来 来 来 雪儿 吃菜 来 小雪儿 听说你在满洲旅舍 歌唱得不错 给四叔唱一段 四叔 怎么的 瞧不起你四叔 啊 雪儿啊 那你就给你四叔唱一段吧 啊 对 雪儿 唱马上四叔高兴高兴 好吧 四叔 那我就给您唱一首 满洲情歌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姑娘家中修鸳鸯 长森莫爬山里枯 狩猎剑险西渡荒 一把财狼不放过 看见小路里陌上 她的烈雾照样走回来 姑娘日夜盼清了 满洲是个好地方 人生雕平山作草 照亮红大豆花 鱼儿穿梭牛羊装 装小火打裂金山群 姑娘家中修鸳鸯 船森莫爬山里枯 狩猎剑险西渤荒 一把财狼不放过 看见小路里陌上 她的烈雕 走呀走回来 姑娘日夜盼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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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非 哪个韩非啊 你别问了 快赴我去关东司令部有紧急情报啊 日本人不会亏待你的 哎呀 我这个人可不会说假话啊 这无意之材啊 我是不能要 这坑人事我是更不干的 我 我求求你老秀 我实在走不动了 是吗 那就在这多歇会儿啊 哎 你看 你也不告诉我是啥情报 我这个忙儿也不好办啊 万周志华和上日本限兵的韩非都在周老司那儿 哎呀 看来这忙儿我得帮你啊 你慢点 我帮你去借日本切红 小宝贝 想我没有 想你 谁想我呀 我想你呗 来了 爷们 我给你介绍一下 见见你四婶 四婶 你好 四婶 来 快坐下 暖和暖和 她是 她就是我常跟你念的那个将军公子 叫韩非 眼下遇到的麻烦事 想在咱家住几天 我说嘛 你们老周家可长不出这样的苗来 到这来呀 就和到家一样 对 来 喝 年轻人 喝点酒算个什么呀 来 喝 四婶 我真的不能喝 喝吧 没事 喝了这种酒 咱们就睡觉 最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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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咱们就睡觉 来 干 干 四婶 我干了 你说的 喝完这种 就睡觉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我 你喝完了 我还没喝呢 等四婶 喝完了几周 咱们就睡觉啊 好 好吧 四婶 我看着你喝 哎呀 四婶求你 帮四婶喝了 四婶实在 实在不行了 来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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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了 我什么 不是 我 我本来在喝 在喝 哎 是 哎 在喝 哈飞啊 哈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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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真 是 我 我是 その 我 我 有 我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挺搞笑 行 你那个媳妇啊 懂事 明天我安排 后天就给你们办喜事 好 四叔 你慢点 四叔 开门 开门了 四婶 请你开门 四叔 四叔 来 这娘们也没喝酒 他怎么睡这么死 四叔 开门 四叔 开门 咱俩到我那会儿睡一宿吧 不行 四叔 怎么非制止他不可 爸 他只是登彼此上岭 再这样关下去的话 他还不及格我 我跟人拉死 开门 开门 四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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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四叔 来 你来 四叔 你上床吧 四叔 赶快休息吧 四叔 你来这 你自身睡着了吗 四叔 你看他那样 四叔 来 走 快扶我一下 小婢子 陪陪 你再媳妇落了磕 来 他们好容易见得面啊 四叔 你躺下 四叔 我走了 你去吧 要去 去 快去 干嘛这么着急 四婶啊 四叔要睡觉了 我也该回去休息了 汉妃 他为你高兴才合成这个样子 一会儿要水 一会儿要吐 你在这儿多陪他一会儿都不行吗 你先坐那儿 我有话跟你说 小心 我自己当来的 你会儿 不要 降穿了 我 够了 你 我 冷 你 畅 这不留书长吗 老秀 你怎么在这睡 啊 感谢观看 王处长 不好了 刘处长死了 在旅店的门口 什么时候死的 我刚发现 走 去看看 你先在屋里等我 不要出去 我先在屋里等我 我先在屋里等我 上次我说过 只要你肯带我走 咋的都行 如果你 让我过不去 把我逼急了 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不客气了 那就有他没我 有我 没他 我这辈子 你让我干啥都行 可就这件事 我不能答应你 我绝对不能做 对不起人的事 汉飞 汉飞 你真打算把我逼到绝路上去 四星 我 宝贝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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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喝好 什么呀 想不到 我和我一样的心 乱不透你这块石头 你会后悔的 我这人做事 绝不后悔 好 我佩服你这条汉子 不过你不要忘了 这是谁的卧室 在这儿跟我来应的 要是我一喊 你对我非礼 你那雨雪 还有她 会对你怎样 四婶 我的一切 全都交给你了 我 任由你发落 你看着办吧 我给你跪下了 看来 这是命里注定的了 好吧 你走吧 你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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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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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辆车 把他拉走吧 是 处长 走 你快去吧 好 妈 咱们俩的命 为什么这么苦呢 谢儿啊 别想太多 命的事啊 谁也说不清 咋样叫好 咋样叫坏 你就说吧 小飞子杀了日本人 害得你们两个团聚了又分开 东躲西藏的 你再想想 你再想想 咱们娘俩呀 叫日本人抓去了 在这儿呢 又和小飞子团圆了 照片子团圆了 你可知道 你还义轻松的 你不想想 你也能想 这些日子 我老是有些不祥的预感 咱们就看在小飞子 他四叔的面子上 不管他有多大的不是 咱们都多担待点 别想这些了 妈 韩飞哥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去看看 不 他四叔喝了那么多酒 还不得有人照顾他 他一会儿就回来的 你要困了 先睡一会儿 飞子 回来了 玉妈妈 你们还没睡 没呢 韩飞哥 咋了 没事 这屋冷不冷 不冷 飞子 你四叔怎么样了 四叔睡着了 这么晚了 你们也睡吧 汉飞哥 有什么事 你千万别瞒着我 真的没事 你们睡觉 怎么样 我看过了 这是很奇怪 从伤口上看 刘书长的枪伤不致命的 子弹打在右肩窝上 根本不是药 还不为 一定是另有一个人杀了他 可为什么刘书长的尸体会出现在旅社的门口 我分析有两种可能 一是把刘书长的尸体运到这让我们知道 二是刘书长受伤后 到旅社找我报告被人杀死 凶手没有来得及把刘书长的尸体运走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 那么目的是恐吓你我 可我认为是周老四干的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 那么一定是刘书长在周老四那发现的情况来报告 被人杀了 那么杀他的凶手一定就在附近 也许就在旅社 你可见过红红的雪花 你可知道他欣赏 你可知道他欣赏 他欣赏 清晨黄昏寒他问他孤岛 你可知道他沉默会流伤 你可见过红红的雪花 你可知道他欣赏 你可知道他欣赏 他欣赏 你可知道他沉默会流伤 沉默会流伤 你可知道他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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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欣赏 你可知道他欣赏 你可知道他欣赏 你可知道我怎么应赏 你可知道他欣赏